2021年至今,股市回调最惨的当属中概股。随着美国股市出现回调,估值回落,此前已经完成下跌的中概股,重新回到投资者的视野中。多家中美机构开始抄底中概股,但也有机构大量做空或卖出,那么中概股下跌了70%,还有下跌空间吗?现在是否是买入的好时机?欢迎大家收看本机构Markets独家解读。 2022年开始,美国多家机构开始买入中概股,其中一支中国互联网基金Kweb在一周内吸引散户资金近8亿美元,成为美国2022年的当下十大吸金基金之一。 中概股是很多人心中的痛,对于投资者来讲已经完全失去了买入中概股的投资逻辑,中概股变成中概股。 从2020年瑞幸咖啡承认虚假交易22亿人民币,造成海外监管机构对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严查开始,中概股就逐步进入寒冬。 美国外国公司问责法案通过,对中概股产生重大理空。 2021年7月1日,滴滴在美国悄悄上市,没有悄中,没有宣传。 在7月2日,中国国家网络安全办对滴滴启动网络安全调查,中国互联网企业股价开始下跌。 7月6日,中国出台打击正确违法活动的意见。 7月24日,中国颁布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业负担的意见。 中国明星教育股断崖式下跌。 9月,中国恒大地产传出破产风险,中概股继续下挫。 12月,美国证监会SAC公布,若连去三年无法审查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原审计文件稿,将强制从美国退市。 12月3日,滴滴发布公告启动纽交所退市工作准备在香港上市。 在轮番利空轰炸背景下,全球资本陆续抄底中干股。 查理芒格、高龄资本、桥水基金先后抄底阿里巴巴股票。 索罗斯、段永平、增持、拼多多,抄底资金的规模逐渐加大。 但是,近期受到金融环境不稳定以及加息的影响。 孙正义的软银爆出,近期可能出售阿里巴巴股票。 软银持有阿里巴巴53.9亿普通股,本次出售可能金额较大。 因此,阿里巴巴在SAC申请注册额外10亿份ADS股票。 当天,阿里巴巴每股重挫近7%, 2022年中概股面临更大的波动,多空双方交战更加激烈。 但是,空投更多是源于无奈。 以软银为例,面临投资者赎回的压力以及现金流压力等问题, 被迫抛售部分优质资产,换取短期流动性。 因此,长期来看,对中概股的投资,最合适的就是寻找在香港和美国同时上市, 且股价严重超卖的股票进行布局。 长期看,会是不错的投资。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,感谢各位的观看。 大家如果想要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,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。 在悉尼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,02-9188-0418。 喜欢我们内容记得点赞收藏并关注我们的频道。 下期节目再见。 下期节目再见。